花莲县文化局美术馆二楼 目前展出的是2021 花莲县美术协会水彩书画艺术家联合大展 邀请到国内多位艺术家及艺文团体共同参与 作品有60幅 包括了水彩书法水墨画压颗粒多媒材还有摄影等 丰富多元民众不要错过 花莲县美术协会自1976年成立到现在 目的是要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也举办各类型美展还有观摩研习等 今年来更举办国际性的艺术交流 行销台湾之美 以艺术推动观光也刺激在地的艺文创作 我们也应该会更多更多的 把艺文做所谓的扎根的工作 我们也会到这些所谓的偏僻的 比较偏遠地方的这些乡镇室 来做一些展演的工作 金货委也会多多的来开办这些所谓的研洗课程 从水彩书法水墨跟这些其他的类别的话 我们陆陆细细都会安排在我们的花莲 持恩国际艺术村在那边来做开课的工作 2021年花莲县美术协会水墨书画艺术家联合大展 目前在文化局美术馆二楼展出 邀请到国内多位艺术家 还有艺文团体共同参与 展出60幅包括了水彩书法水墨画 压克力多媒材摄影等丰富多元 今年大概我们以水墨书法跟水彩 这个类别为多 那么总共有一百多幅 那么我们这一次 一样是要求我们的会员 尽量都以我们花莲的景物纳入为主题 这个是身为我们花莲县经历的艺文团体 我想说对这一部分的一个推动是有必要的 身为一个地方的团体的话 应该多多的去介绍我们本地的这些所谓的场景特色 花莲县美术协会感谢文化局提供优质的展览场地 也感谢在地艺术家新型付出 让展览丰富多元 而这个展览即使起到3月7号 也欢迎民族把握机会前往美术馆参观欣赏 借旅会华人士报道